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個 哇 期待很久的東西 你看 這是什麼喔 號稱一晚要排隊兩年的 牛肉麵店的牛肉鍋 門前飲味的那個 牛肉鍋 這個要聽說就是 你去現場排隊吃啊 有些人等了一年 才吃得到 然後像這個啊 也是有人等了一年 然後幾個月我都有聽過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朋友訂的時候 我們就叫阿琴 他幫我們訂了 所以我們就拿到了 想說開箱給大家看 我們先把這個繩子鬆開啊 看一下這個箱子 做得還蠻文心的 我把自己做的箱子吧 開箱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我們自己有先訂一些 就是一些配料啊 像這個什麼是芋頭的 然後這個都是另外在訂 它鍋是在下面那個 這個是丸子 茄子 對對對 那朋友說一定要訂這個茄子 所以我們就 反正就請他幫我們訂一整套 鍋在下面 對 然後這個鍋 這一整份就是八百八 牛肉鍋 對對對 長這個樣子 哇 弄得很漂亮欸 好現在它這上面都有寫一些字啦 包裝真的是蠻精美的 對啊對啊 然後感覺這個是湯底 這個是肉啦 對 這個是它剛剛有牛健鮮嘛對不對 然後它這個料理的方法都有QR夠可以掃進去 然後它會告訴你怎麼去做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 好我們等一下來拆開來吃吃看啊 我還好我有看到這個 不要隔水加熱也不要去用微鍋爐 不然我真的會直接先微鍋一下 好啦我們現在要來 把它倒進去啦 稍微放在室溫下 退一些冰 這樣子 對啊 這是它的牛腱的部分 看一下啊 撕開這一個是湯包 還蠻好吃的 目前還是有點冰冰的 開個火 好這個豆干是朋友也推薦說我們要買一下的 所以我們就也一起訂 你看這個是只要退冰後 然後拿出來吃就好了啊 倒出來 這個量還蠻多的 臭菜的廚藝倒出來 這個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啦 然後這個是也是朋友推薦說 要吃這個超下飯的鞋子 那你只要把它加熱 然後煮滾三分鐘後就可以吃了 我們把它丟進去 這應該也是沒問題的啊 全部都放在啊 開個小火 小火 讓它煮滾 稍微翻點一下 哇這好香喔這個味道 欸這個 很特別耶 這個湯 這個醬汁啊 有那種 我覺得像森巴醬啊 那個馬來西亞森巴醬 然後它覺得是有像那個什麼 就是那種魚罐頭 XO醬的味道 那叫海底雞嗎還是什麼 對對對 好香喔 這個丸子也是朋友推薦的啊 然後是我們一定要點 所以我們就有買這個 然後它這個一定要 就是等你湯滾了之後 再去煮這樣子 我們先拆開 再來因為我們的湯已經小滾 因為我們用小火慢慢的去煮這個 這個湯 哇 這很香耶 好啦我們把這個丟進去啦 這個丸子很大一顆耶 芋頭丸子看起來很漂亮 好我們再等一下吧 好我們建議大家 如果你比如說 你像是廚藝不太好的人啊 建議都用小火 這樣在你能夠控制的範圍是最好的 這個也是啊 像剛剛它就是 一度就用大火 對啊 要是你突然沒有注意到的話 燒焦了就浪費一鍋了 好牛肉 好我們現在來把它盛裝進來 等一下再稍微擺盤一下就好啦 OK 好 去我們蓋子擺盤 把東西煮得好是它或許沒辦法 但把東西擺得好看 可是它還專長喔 好啦 完成了 好啦 我們就在等待這個 芋頭丸子對不對 對 芋頭丸子 對 它要滾15到23分鐘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等它全熟這樣子 好啦 我們在等那個牛肉鍋的時候 然後先來吃這個茄子的啊 這真的是第一口啊 還沒吃過的 好 妳來吃吃看 怎麼樣啊 這好吃嗎 就還不錯 就是 蠻有創意的 它就很像那種 蕃茄牛肉湯裡面的料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 這個茄子上面 對 因為在茄子上面很少出現 蕃茄 那個煮法這樣子 算是蠻特別的對不對 然後它的辣椒還蠻香的 對 因為我剛剛是綜合了大家的意見 就是說 它就是有一點蕃茄的味道 那 至於口味上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 會還是蠻看人的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吃蕃茄的味道的話 可能就不喜歡 對 沒錯 對 對 對 大家來吃吃看這個豆干啊 爸爸吃豆干不知道感覺怎麼樣 好 我們來 剛剛已經吃了一些豆干的對不對 我們來吃吃看喔 好 跟大家講一下 妳吃的感覺怎麼樣 我吃的感想就是啊 妳要大口一點吃 因為妳一小片一小片吃呢 它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當妳大口吃了就會發現說 嗯 它好像有一點酒味欸 呵呵呵 有點像那種 醉雞的那種做法 它是涼拌的菜這樣子 阿剛剛妹妹說這個還不錯吃對不對 就是這兩個她喜歡這個豆干 而且蠻特別說 很想像那種醉雞 然後做成豆干的那種樣子 對 沒錯 這個蠻推的 嗯 好吃 喔 差不多了 我們先把火關掉 然後看一下 哇 勃勃勃勃勃勃勃 這個丸子要煮比較久一點 15到23分鐘 它是包裝上面寫的 那大家已經很期待這個 牛肉鍋了 你們趕快撈上了 豬肉芋頭丸子 哇!!!這個牛腱很好吃欸 真的啊 那個筋要在 這個湯算是紅燒的湯是不是 番茄紅燥應該是喔 等一下你們試試看喔 它這個牛肉其實蠻多的 我覺得 價格比羊肉乳高一點點 可是它的肉的量還蠻多的喔 應該我覺得可能有500克 一斤左右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不貴明店來說的話我覺得這個價格不貴 它裡面就是這一鍋湯 然後跟肉這樣 它沒有丸子的話是880吧 他迫不期待馬上喝一口 可是他是一個非常不耐燙的人 貓舌頭 你也不怕 怕燙啊 你又叫了一聲 超軟 再看一次喔這個鏡頭 我剛剛沒有拍到你看喔 筷子一夾 它就開了 這麼好吃喔 完全不用怎麼咬 你看這個肉的紋理啊 非常的漂亮 它這個中間啊 這個比較透光的地方都是筋喔 所以啊你咬下去啊 它那個肉的纖維裡面啊 帶有一些這種軟軟的口感 非常的好吃 你看 這是它的番茄耶 它裡面湯裡面的番茄 你喝喝看湯怎麼樣好了 好 好啦終於喝了 怎麼樣啊 它這個是很濃郁的番茄湯 對 它其實沒有什麼那種紅燒的那種辣味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偏 番茄那一個派系的 然後很濃郁 我相信它那個 把一些麵下進去應該會非常的好吃 對 所以你會很期待它的牛肉 沒錯 牛肉麵 好看這個破不及待的鈴子 趁細就趕快來吃了 裝起來 來排隊的人潮來了 有沒有看到 排隊的人潮 還沒有講到這個丸子 這個大家都覺得很不錯的丸子喔 它這是芋泥的丸子對不對 對 它的芋頭超好吃的 超好吃 然後那個 它的豬肉啊也很鮮甜 它這個芋頭啊非常好吃 就是很天然的那種香甜味 然後不像說我們一般在外面吃到的那種 火鍋料啊那種什麼 芋泥丸之類的啊 芋頭丸 會有那種假假的芋頭香氣味 我們稍微總結一下啦 就是說它 因為我不能吃牛嘛 那它覺得這個是 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對沒錯 湯也是很好喝的 但是 因為它是需要排隊的嘛 它現在它已經 沒有做店嘛 它現在在找新的嘛 嗯 那就是 呃之前就是排那麼久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是 多少少是 呃 它因為它給你的用餐時間很長 然後它有把它精品的地位做出來 對然後原本它的 這個地方是比較小的嘛 所以就沒有辦法做這麼多人 所以就沒有辦法 你就要排很久 它其實是 很好吃的 那個牛肉麵 我覺得是這樣啊 它乍吃之下啊 你沒有覺得很驚豔 會覺得還好 可是呢你就是 但是越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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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覺得 欸 會不斷地回味出來 會味無窮 對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 湯很濃 然後肉呢真的是 燉得非常的軟爛 我相信其實應該沒有多少牛肉麵 可以 牛肉燉得像它一樣好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可能是大家會 趨之落入的原因 好啦 所以呢 最後你覺得這個還是很值得的 對 因為以這個量來說啊 我們自己去買個麵 去煮 你不要去計算那個麵的價錢 好了 一個 煮個四碗 大概可以煮個四碗 而且是滿滿的這樣 對 一碗兩百二 然後以這個品質 如果你在市中心吃 差不多就是這樣的價錢 可是你可以在家裡 叔叔煮個吃 都排隊 而且絕對不踩雷 就是很好吃的 對 然後我跟你說 它這一碗就是 你真的是吃第一口 不會覺得它有怎麼樣 但是你慢慢的吃 慢慢的想 慢慢的煮味 你就會知道它為什麼 會有這麼多人排隊 我之後後來就覺得說 它的肉啊 因為它肉跟筋的比例啊 你看這個分布得這麼漂亮 每一塊喔 裡面的每一塊都是喔 然後每一塊的口感喔 都做到這樣很細緻 有效果這樣子 沒錯 真的是很少在外面吃到牛肉麵齁 就是它的牛肉每一塊口感都可以這麼強的 所以我覺得齁 不是沒有原因的啦 結論就是說 有些東西你第一口吃到非常驚艷 但是到後面會越來越難吃 那它是第一口是沒有很驚艷 但是到最後面越吃越吃越好吃 會吃到你吃到晚的時候 卻是最好吃的那一顆 對回味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它厲害的部分啊 好啦我們今天先推薦到這邊 大家拜拜 拜拜